戴上蛙鏡穿好黑色潛水衣 背著氧氣筒準備潛入海中 好 必須穿好 來 3 2 1 下 下來了 波東跳下水在海中自在悠遊 可別以為這是一般的消暑活動 每個人手上可是拿著一個塑膠袋 要來呵護地球 都是寶特瓶的喔 哇 這麼吵 去大概不到15分鐘吧 那邊有很多的寶特瓶 然後空罐 鋁罐 或者是鐵罐都全部聚集在那邊 那都是時間都已經很久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透過直線機空拍鏡頭 俯瞰整個海平面 這裡是野柳海王星碼頭 風景壯闊優美 兩艘船中間民眾就在水中 邊玩水邊清理垃圾 體驗難得的夏日風情 幾乎都是寶特瓶居多 寶特瓶居多 沒有錯 還有漁網 漁網也很多 釣魚的那個絲線也很多 比我想像中多很多 我覺得是可能要有 就是處罰的這種 你覺得道德勸說沒有用 我覺得還是如果有一些規範 會比較好 從海中拖起一袋又一袋的垃圾 這數量多到讓人很難相信 還有成年輪胎掉入水中也被撿起 北關處只有團邀民眾化身成海中清道夫 要以行動喚起大眾對海洋的重視 記者朱丁龍 楊文欣 基隆報導